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不要打我啊 神经的啊 好 准备 1 2 Go 歡迎來到GalboFeel 我是Matthew 先走了 說說話 不是拍ASMR嗎 喂 不過那些人拍ASMR都很輕鬆 這樣吃著吃著就跑到一條線 我想說 拍ASMR呢 又要close 又要別人感覺到你後面的嘴咀感 如果你樣子衰 出事 說了這麼多廢話 今天我們來這間 阿園內料 因為這間店 剛剛拿了迷茲201的 一個獎 我不是 必比 必比 對 必比 因為你不可以永遠都只是一二三星 因為一定是被那些 酒店 或者是高級的餐廳拿光 所以平民就永遠吃屎 所以這個是搜羅平民間的餐廳 都是拿到米芝蓮推介的 就是這個獎 這間店是正宗 剛才我想很多人都吃過 都不用多這麼說 所以叫個名字拜都 九份飽都是抄它 有傳 看到你拿到米芝蓮都沒有好下場 哈哈哈哈 拿到哪間呢 四邊間 對呀 撿哪間 馬上加你 加兩倍粥 加到瘋了 兩三倍 你這麼多人來吃 對不對 到現在好像開了四間分店 或者這個就是盡頭 哈哈哈哈 我們就叫了鹽酥雞 阿圓滷肉飯 算不算台灣腸 這個是台南淡仔果條 台灣會出品的肉圓 還有窩仔煎 說真的 先試一下果條 其實果條是港式的河粉 當然 貢丸蝦 老蛋 肉燥 都是很台式 比較清淡類的東西 試一下湯 它的湯很棒 加上一點芫茜 它是有點像台南加香的味道 是 台南拌的麵 拌的河 都是這樣 哈哈 很棒 好像回台灣 講到台灣 有沒有觀眾想我們去台灣 試一下現在吃 哇 有三個觀眾說我馬上飛 只在機場 只在機場 哈哈哈哈 試一下鹽酥雞 你不斷吃 外皮脆 鹽酥味道 超級好處 其實是做得到台灣的味道 嗯 雞肉咬得很夠平均 嗯 因為有時候你放進去炸的時候 炸到裡面的雞 好像炸到散散 是 其實我覺得鹽酥雞的東西 不是真的特別地很好吃 是那個感覺 還原到台灣的味道 有時候是 對 對 真的做到台灣的味道 就像這個肉圓 我在台灣吃的時候 是加腐乳 可以吃的 香港本身也很少吃光 沒有的 是那些老牌小吃 有些小龍包 對 不過它皮真的超厚 嗯 在台灣吃的肉圓 不是那麼小 真的比這個碗 那顆肉圓 對 一顆肉圓 放進去那裡 拱頂 然後你用筋 一口一口 是那種? 是台灣的 這個肉圓 那種 又是很台式的那種 台式醬油 甜甜的那種 對 台式腸 台式鼻豬肉腸 加蒜片 是否算 永遠蒜片是吃完鮮的那種 真的會辣的 如果加好了 對,很香 但是原來的柯仔煎 其實有一點奇特 很稠 對,因為它的粉是很嚴硬的 一拉起就拉到很高 很扯實 它連這個醬汁也很厚 你明白嗎? 它的薄汁很厲害 我覺得台灣吃柯仔煎 好像沒吃過這種 柯仔煎 本來是不是有蠔的味道 對 就是菜 蠔也很少 我買的 剛剛拿而已 過多個月來 柯仔煎沒有柯仔 租貴到 柯仔煎變成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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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煎 台灣很便宜的食物 這裡也不是很貴 但是說起台灣租這麼便宜 我想說一說 飲食YouTuber在香港的一個小小生涯 我們是YouTuber仔 很適合 因為台灣的地方很大 它食物很多 都很長時間說 但中文又會說完 但香港呢 好像說不完 說的都不完 為什麼呢 好像因為不斷收拾 然後又不斷開又不斷收拾 每隔幾天就有一間新的部樓開 得益的是什麼 肥餐 不是YouTuber嗎 還有飯 也是一樣 它是除了有肉醋之外 還有一些切到方條狀的肥豬肉仔 比起我們之前九份包的老肉飯 淡味料 這些老肉飯 這些肥豬肉 還有老肉飯 是放了一層汁在上面 如果太濃 夠濃的 而且要贊一下 就是 汁夠的 整個飯 做到肉醋和醬汁 比較偏淡的味道 但這些肥豬肉 老肉粒 真的很夠味 真的很夠味 因為醬汁淡 你又吃到一些飯香 再加一些濃味 調一調味 那層次是非常分明 全部都濃味 沒有意思 說什麼Bindy 特別不行 什麼 我們是不是又要換 回我們ASMR 尖容先 不如我先 其實不是真的嗎 玩到都是靚仔美女嗎 真的 真的 好像捱了 不是嗎 不是那些被人報告 你騙不到 我們點了一個麵一個飯 再加四樣小食 六樣東西 還有兩杯飲料 才是266元 兩杯飲料 加六樣東西 吃到米芝蓮 密歇所值 其實可以的 真的 先給個分子 米芝蓮也給了 不如我們就 八個福 好啊 其實去環境 野食 態度 服務 都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很挑剔的 其實呢 所有東西都是Everest地高 剩下那兩分 你說比不足 其實它又不是很飆青 就是重點就是 其實挺好吃 八分 Everest地高 其實走到西華碼頭 去到 嘩 都日落 拍完我們第一頓飯 都日落 那現在我們 客戶怎麼樣 晚上 哈哈 吃什麼 吐飽 哈哈 金木片 Let's go 哈哈 哈哈